李宗仁不断的也是在身边派一些人打听蒋介石的情况 说总统5月20号就任 蒋总统穿什么衣服 他们说蒋总统专门做了一身 美国那种三星将军的那种大礼服 特漂亮 李宗仁一听他做 那咱也能做 专门找了一个白额的一个高级裁缝 也做了一身大礼服 李宗仁对在典礼上穿西装大礼服颇为怀疑 但也没有提出异议 然而就在就职前期 侍从侍又传出蒋介石的手谕 说就职当天要用军便装 这个服装对我们老百姓是个季节符号 对于无人来讲是个文化符号 对于政治人物来讲是个政治符号